好,在看完了生死段隘之后,咱们来看看48课的课文部分,先来看一下底段。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tipsters around, offering get-rich-quick opportunities。 它说我们周围有的是这种都受那种所谓迅速致富的机会的这种情报贩子。 There is no shortage of,是固定搭配,叫有的是。 尽管后门跟的是tipers的附属名词,但这里一定用there is,为什么呢? 它的中心的这个名词是sortage,而不是tipsters。 然后这个tipsters有两个后制定语,一个是around,就是周围的情报贩子, 一个是offering一直到剧末,这个非为动词短语, 就是给我们提供迅速致富机会的这些情报贩子。 我们先看看这个句型,这个sortage。 sortage呢,它肯定否定的句型都有,都可以用在there be 句型里面, 比如说它肯定的句型,这个句型在三册第九课咱们讲过。 There is a shortage of,缺乏什么什么东西。 注意,这个后面跟可数不可数都行,跟可数不可数都行, 它中心词是sortage,所以甭管是可数不可数, 前面一定是there is,或者there was,它必须用单数。 看例子,there is a shortage of food in the refugee camps, 在难民营中缺乏食物,食物不可数名词,可以用。 再比如说,there is a shortage of nurses and doctors in this area, 该地区缺少护士和医生,尽管护士医生是负数, there is,它用单数,因为中心词是sortage, 这是缺乏什么东西。 它的本文中的搭配叫there is no shortage of, 其实是一个双重否定。 缺乏表示否定含义。 no,再否定一次,双重否定加强了肯定语气。 它类似于there are plenty of, 有的是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比肯定还肯定的, 有的是还了去了。 比如说,there was no shortage of helpers, 我们这里有的是助手, 要多少有多少。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things to do in the town, 在城里面有的是事情,足够你去做, 叫做有的是。 我们再看看这个三册第九课的课文, 这里面这个替换看得更明显了, 你看连续出现了两个,明显是替换,对吧? New York is the ideal place for such an interesting setting, because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tall buildings. 纽约对这种有趣的研究来说, 是个理想的地方, 因为那里有的是高楼大厦。 后面接着马上说, there are plenty of high-rise windowsills to fall from,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高层的这些窗台, 一共的鲜猫往下掉, there are plenty of, 就是前面there is no shortage of, 这个搭配是一样的, 但是there are plenty of, 要跟后面这个走, 如果后面跟不可数名词的话, 就是there is plenty of, 如果可数名词复数, 就等there are了, 因为它中心词是后面那个名词, 而这个there is no shortage of, 中心词是shortage, 所以前面一定是单数, 这个得注意, 单复数的变化。 好, 然后我们后面本文中说, 有的是什么呢? tipster, 情报贩子。 看看英文解释, 什么意思? someone who sells information about which horse is like to win a race, or which products or companies people should invest in,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干嘛呢? 就卖这些情报, 卖这些信息, 关于什么呢? 关于在比赛中哪一匹马将会取胜, 或者是人们应该投资什么产品, 应该投资哪一个公司, 这种出卖情报的, 这种人叫tipster, 就是我们周围出卖了这种情报贩子, 他干嘛呢? 提供那些所谓迅速致富的机会, 这个get rich quick本身也是固定搭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迅速致富的, 它表示enabling you to make a lot of money in a short time, 它可以使你在短时期内赚很多钱的, 叫迅速致富, 就get rich quick, 这个搭费可以把它记住, get rich quick scheme, 一个迅速致富的方案, 或者说一个迅速致富的阴谋诡计, 都可以用scheme计划方案或阴谋, 再比如说, 当然这没上线文, 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she despised the get rich quick mentality of the 1980s, 它鄙视那种80年代的迅速致富的心态, mentality, 咱们一会就会讲了, 叫心态, 或者思维的方式, mentality, 迅速致富, 就是我们周围到处都是那种, 都受所谓迅速致富机会的这种情报犯罪, 作者说, 但是你不要信他, 要信他就倒霉了, 看第二句话, 作者怎么说, 他说, but if you are a serious private investor, leave the last week's mentality to those with money to feature, 但是这个if从据是条件状态从据, 如果是你一个, 如果你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私人投资者, 怎么样呢, leave a to be, 把a留给b, 这固定搭配, 把什么呢, 把那些拉斯维加斯的那些心态, 就是你赌徒心态, 拉斯维加斯著名的赌城, 把这种赌徒的心态, mentality, 就是心态思维方式, 而且这个词往往是贬义词, 是不好的心态, 留给那些人, 什么人呢, with money to feature, 后制定于修饰前面的dose, 就那些有钱去挥霍的人, 让他们去赌吧, 我们是严肃的投资者, 不要倾心那种迅速致富的那种所谓的机会, 那一般是陷阱, 这里边有些词汇看一看,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mentality, 什么呢, a particular attitude, or way of thinking, 一种特定的一种态度, 特特殊的态度, 或者是想问题的方法, 思维方式, especially, 尤其是这样一个方式或态度, 是什么呢, you think is wrong or stupid, 你认为错误, 或认为很愚蠢的这种态度, 或思维方式, 我们发现心态, 思维方式, 而且某种往往是错误的, 或者愚蠢的心态, 或思维方式, 叫mentality, 你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a get rich quick mentality, 一种想迅速发财, 迅速发家致富的心态, 思维方式, 我们认为恐怕是错的, 是很愚蠢的, I can't understand the mentality of the people who are behind this kind of violence, 我根本不能理解, 在这种暴力行为背后, 那些人, 他们究竟是怎么一个思维方式, 是怎样一种心态, mentality, 就是中国人说的, 心态或思维方式, 注意, 这个词往往是贬义词, 本文中的对吗, 把那些赌徒心态, 留给那些什么人呢, 有钱去浪费, 去挥霍的人, 这个friture, 咱们看看, friture就是to waste money, 去浪费, 去waste time, money or effort on something small and unimportant, 就是在一些小事, 不重要的事情上, 浪费时间, 浪费金钱, 浪费精力的人, 就是我们说浪费, 很愚蠢的, 把这些宝贵的时间, 金钱和精力, 花在根本不重要的琐事之上, 就是friture, 经常用friture something away on, 花到什么什么上, 经常可以跟fuss away搭配, away跟something看长短了, 对吧, 如果something很长, 放在后面, something比较短, 放在中间就好了, 看一些例子, he frittered away a fortune on fast cars and gambling, 他在跑车和赌博上浪费了一大笔钱, a fortune, fortune表示大笔的财富, 这是浪费了, 都汇货了, 好, 那么我们要看, 那我们应该怎么投资呢, 第三句话, 他说了, the serious investor needs a proper portfolio, a well-planned selection of investments with a definite structure and a clear aim, 他说, 一个严肃的投资者需要一个适当的portfolio, 我们说了一个投资组合, 投资组合是什么呢, 波浪线后面这一大堆黄颜色的带下滑线的部分, 就是做前面这个滑线部分portfolio的同位语嘛, 什么叫投资组合呢, 他怕一般的老百姓不懂, 这术语嘛, 就是一个经过仔细规划, 很好的计划的这么一个选择出的东西, 就是意思投资的一个选择, 后面还有后置于修饰这个投资选择, 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构, 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该怎么去搭配, 而且未来要收益是多少, 这有一个投资组合, 这里面我们看看这个selection, selection在本文中是可属名词, 表示挑选出的事物, 它如果表示选择, 它是不可属名词, 选择这个行为是不可属的, 它表示,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somebody something carefully from a group of people things, 从一群人或事物中选出某人某事物的过程, 表示选择, 这个是抽象的行为, 不可说的, 比如说, selection criteria, 选择标准, the selection of a football team, 一个足球队的一个选拔, 这个行为是不可属的, 但是本文中是可属名词, 它表示挑选出的事项或者是人, 就是number of selected items or people, 被选出的这个事项或者人, 这是可属名词, 比如说, selections from 18th century English poetry, 就是我们18世纪英国诗歌的一个竞选集, 选出的这个诗歌, 这是可属名词, a selection of milk and plain chocolates, 就是我们这个牛奶和纯巧克力的一个竞选, 竞选出的牛奶和纯巧克力, plain chocolate, 纯巧克力糖, selection, 选出的人或食物, 本文中是选出的投资组合, 它有明确的结构和清晰的目标, 好, 下面, 那他说, 我如果是不懂行的外行该怎么去投资呢, 该怎么去做呢, 下面看第四句话, 他说了, but exactly how does a newcomer to the stock market go about achieving that? 但是exactly就是这个确切的, 我们一个出来者应该如何确切的去做呢? Newcomer表示新来的人或某个东西新手或生手, 某方面的生手, 我们加getc2, 这是股市的一个信赖者, 一个生手, 那么如何开始去实现这个目标呢? go about, 叫开始着手去做模式, 这个在我们三册的第五十课, 新年的决心, 咱们讲过, 在三册的五十四课, 本能还是机制, 这个书我们讲过, 这里面我们看看一些表达, 首先看看这个newcomer, newcomer表示, someone who has only recently arrived, somewhere or only recently started a particular activity, 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最近刚刚到了某个地方, 或最近呢, 刚刚开始了某一种行动, 行为新来者或某个方面的新手, 刚刚开始这个入行的人, 叫newcomer, 类似咱们说的beginner, learner或者novice这样的词, 你比如说, a special award for the most promising newcomer, 这是专门的一个奖励, 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奖励给那些最有希望的, 有前途的这个新手出来者, 叫newcomer, 那么我们后面搭配呢, 本文终于就告诉我们了, 后面加这次to, newcomer to, 什么某个方面的一个新手, 某个方面一个出来找到者, 比如说, I am a relative newcomer to the retail business, 对于零售业来说, 我是这个相对来说是个新手, 就是以前几乎没干过, 相对来说是个新手, 叫newcomer, 还有本文中, 后面这个go about the achieving net, go about something, 或go about doing something, 表示开始做模式, go about something, 或doing something, 它最常见的意思就是开始去做模式, 这个在三次54号怎么说过, 就start to do something, 看一些例子吧, I want to learn German, but I don't know the best way to go about it, 我现在想学德语, 但是我不知道呢, 去开始这个事的最佳的方法, 怎么开始学呢, 是先报个培训班呢, 还是先买本书看看呢, 我不知道怎么去着手去做, 开始做模式, 再不用说, the leaflet tells you how to go about making a will, leaflet表示这个传单, 这个传单告诉你, 如何开始着手, 去立一份遗嘱, go about doing something, 也行, 就是开始去做模式, 或我们家名词或动名词, 非常好记忆, 但是go about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做自己常做的事情, 也用它, go about something, 可以表示, to do something in the way, that you usually do, 就是以自己经常做的方式, 来做模式, 去做自己常做的事, 而天天在做的事, 就go about something, 尤其用于这个搭配, go about one's business, 在做自己的事, 忙着自己常做的事, go about one's business, 在做自己常做的事, 这个biz, 这个未必是生意, 就是事情, 这个意思, 不可数名词, 看例子, the villagers were going about their business as usual, 村民们像往常一样, 都在做着自己常做的事, 对吧, 有生活的, 有打鱼的, 有种地的, 有鲜驴的, 有拔爵子的, 对吧, 他在忙着自己的事, 还有我们三册的五十四课, 回顾三册五十四课, 本能还是机制, we enjoy staring at them, entranced as they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anywhere we hope of our presence, 这个them是指昆虫, 对吧, 就是这个小蚂蚁, 这昆虫, 我们喜欢盯着这些蚂蚁的看, 当他们在忙着自个儿的事的时候, 常做的事的时候, 我们都陶醉了, 并且当他们, 我希望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 go about one's business, 在做自己经常做的事, 是两个意思都行, 这是第一段, 先告诉我们, 投资是个严肃认真的行为, 别听信那些所谓的情报贩子, 鼓吹买这个吧, 你就发大财了, 别轻易相信那些迅速发家致富的那些所谓的机会, 但是他第一段目为了, 他说如何开始去实现这么一个事呢, 从第二段开始就教, 就教我们一个新学者, 一个出来炸道的人, 该如何开始建立一份投资作, 第一段, 跟老师先看到这, 这么多的主要。 谢谢观看